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是下跌了140几点 收在18370几点 我个人认为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要先知道现在的行情 它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行情你要了解到 它是在基本面 PK资金面的一个行情 也就是说 它是在技术面上面 跟筹码面上面 跟资金面上面 它产生的一些的变化 我说你要了解到 升息不可能来自于 基本面不好 这个你要先了解到 股市中的规划 它有分成时间 时间的规划 产业的规划 买卖点的一个规划 我们在之前就跟他讲说 每一次当你发掘到 新台币 我不是说你去 在银行里面兑换价 我说的是这个图形 当你看到了 整个新台币 以这个图形而言 接近27.5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你就要去看 你央行的底线 你会不会去做打破 假设央行是27.5 它的底线并没有改变 基本上 你的台币的升值 你的强度就会减弱 当你台币的升值 你的强度的减弱 就代表热钱的强度 它是会减弱的 这部分你要先了解到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今天一样 新台币在这几天 都来到27.6以下之后 由升就转扁了 你由升转扁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让龙头形的全资个股 你产生一定的一个压力 现在大家就会说 那升息 我是不是都去买金融个股 我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跟大家讲 我说金融个股在极短线有过热 如果你并不是要求很大的报酬率 你是要让它抗涨又抗跌 那买金融个股OK 因为今天的金融个股里面 它出来去做稳盘 出来去做稳盘 但是指数还是跌146点 它还是抵不过台积电的一个下跌 我说任何的主流跟主角 它一定要基本特色 譬如说你刚才看连续剧好了 你再看连续剧 你再追剧 难道你看的主要是配角吗 它吸引收视率 让收视率里面往上走 一定是主角 怎么可能是因为配角 所以你的个股上面来讲 譬如说金融跟电子 是台湾加权值最重要的两个产业 对不对 可是你金融在涨 你带不动指数 那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看什么 看着指数在做股票 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是会有这种人 那我们也要了解到 我们台湾 在台湾的操作的被动式的外资 或是主动式的外资 最多钱的第一名 它是美系外资 那请问假设你是阿兜 你是美国人 你会不会按照美国的状况 来操作在美国以外国家的股市 那尤其是被动型基金就是汇率 我说汇率为中心思想 期货选择权跟现货是它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 本来是在一个热钱的效应 它热钱开始消失的过程之中 你的个股上面0050的成分个国 我不管你是金融 我不管你是电子 或是传产 那其实只要台币由升转扁 它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被动型基金 它是用城市交易的 它不是按照你基本面去做交易的 按照基本面交易的 只有主动式的操作 这是大家要稍微留意的 我先给大家看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抢跌升的反弹也好 或是你要看OTC的个股上面而言 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去接受一件事情 因为三月份 大家都认为三月份会去做升息 所以资金在三月份之前 它会比较停滞 它也会比较保守 它也就会使得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会拉回到美国股市 我今天里面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美国股市 你可以发觉到大家都说 你要买金融各国 可是我跟大家讲 美国它会升息三月份 但是台湾不一定会升息 就从央行之前讲的 除非央行要刻意的 刻意的在这种过程之中 去通货膨胀 它去压制 但台湾的通膨没有那么严重 第二件事情 美国最近的鹰派或是有一些些空方的言论 他们就故意放鹰 把鹰放出来 来嘎人 为什么要咬人 很简单 他就说三月份你要压制美国的通膨 你不是升一码 你要升两码 一般而言 一个所谓我们台湾的央行 或是美国废的 它的决策 两码一次升两码是极致的 不可能超过两码 所以大家就会怕 所以你看目前的盘后盘里面来讲 台北股时代今天就是在反应 NASDA 它的盘后盘下跌 一个percent左右 可是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刚才已经讲 两码为极限 对不对 照道理讲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码 如果三月份要升是一码 我就问大家 他现在在这边放 放这个言论 我说任何可以预测的货币政策 到时候它都是无效 你在听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三月份要升行 它真的升行 那个时间点有时候会利空出境 尤其是在第一次升行 或是它的码数 没有超过一个percent的时候 好了 现在市场上面在反应两码 对不对 两码这个利空 两码如果未来里面是升一码 我说第一个 就算是真的升行 市场上面一直在反应 到了三月份 也可能利空出境 造成四月份的反弹 如果大家市场都在反应两码 结果它只有一码 请问是利多还利空 它就变利多了 所以货币市场上面来讲 它是变化很大的 大家说升两码 应该买金融个股 就过往上面而言 最后有可能会涨金融个股 但是基本上如果全世界股市走空了 金融个股不会独涨 就算是升息 让整个全世界走空 金融个股不会独涨 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 虽然你可能在股龄上面 没有那么高 可是你还是要回头去看 在股市上面有个高点 很久以前是马英九前总统 他造就出来的高点 是叫10014 那个时候就是热情 它的怎么走法 后来涨什么 它的步骤是什么 你好好的去做一些的了解 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 这个盘怎么做 我先来看看告诉大家 像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目前 你可以发觉到它的季线 那不是说道琼 道琼一堆金融个股 有把道琼里面守得比较好吗 并没有 可是你的道琼 历经的这一段时间 它扣高 再来扣低 所以道琼 它只是一个中短线的整理 没错 它可能季线会下弯 你以为要整理三个月 可是它未来会扣这一个 距离目前还是比较低 所以你只能够定调 它是一个中短线的整理 但是纳斯达克问题就来了 它已经下弯了 季线已经下弯了 你现在在这里 你有段长的时间都扣高 所以纳斯达克 它已经造就出来 它要整理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三个月 不就刚好三月份定输赢 整理完成 就还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因为它季线已经下弯 大家你再来对比一下 如果大家的逻辑是正确的 道琼 应该说在昨天曾经破过季线 这是废半 它还在季线之上 季线扣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它也是只有中短线的一个整理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到明天 都是股市的决战点 不管是美国股市 不管是台北股市的集中市场 OTC市场早就转落了 集中市场上面你看 你这个位置都在中短线之上 守住在月均线 可是你的月线 是不是从明天开始扣这里 礼拜三对不对 礼拜四之后 假设你明天跌下来 甚至破了月均线 那你的中短线的整理就开始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在股市的规划的时候 你不用去预设 可是你要知道 大概的行情上面的规划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说 你就是用金字塔逢高卖 拉回来再买 因为它就是一个中断的整理的格局 尤其是什么 OTC OTC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还有这一段 这一段比这一段低 这个大概叫封关前就在这一段 所以如果在封关之前 所以我说今天很可惜了 OTC不能够涨上去 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OTC现在你的月线上面 是有反压的 你的季线的反压并不大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涨上去 那你到后来里面 你的一个季线就是会下弯 所以它就会整理三个月的时间 季线的下弯 它不能够告诉你 它修正的空间 它没有办法告诉你 修正到底多少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知道时间 大概就三个月 所以一 二 三你大概就知道 所以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在三月份我个人认为 我可以说一月 二月没有几个工作天 一月 二月 三月 在三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去弯腰减黄金 也就是说在这种过程中 你可以去留意 目前你要看 今天有一个有台的主持人问我说 OTC的个股怎么看 很简单OTC是跌到季线 如果你的位置在这里 跌到这里 一声跌很深 或是跌到半年线之下 那个反弹 反弹就是找卖点 可是如果你的个股 还守在季线 它并没有中控 那个就还好 那就是叫四图足底 所以目前的台北股市 我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 认为OTC最好的状况 就是做什么 做时间修正 取代空间的修正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纳斯达克也一样 你在中空的过程之中 你要在长线上面的多头 不能够去做跌破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跟大家讲过说 在这个过程中 任何的一个时间点 你都要知道 好的买点 一定是在技术面 转弱的时候 波段上面的买点 个股的高点 一定是技术面多头 创造出来 市场上面风起云涌 这个好那个好 你才会去做最高买到高点 所以不要怕台北股市的中断整理 时间波的整理 怕的是你不知道整理下来 修正下来买什么 也怕的是你不知道该如何的 去做一些的操作 我觉得市场上面都有很多 适适而非的一个言论 譬如说要升息 你要去买高股息 殖利率的个股 我之前也这样告诉你 可是如果持续 他升两码 或是美国长期十年期的 债券的殖利率到1.8% 人家是稳赢的 放到十年 面额还你 1.8%的就赚到了 可是如果你是高股息殖利率的 一个部分 谁敢保证 你一定可以完成填权息 所以他要求的是不大一样 观众朋友 你自己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可惜的是 就是OTC的市场 他没有办法趁着这个时间点 跌升弹高一点点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可是你在今天 看我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是在反映 美国股市的一个下跌 其实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非常重要的一档各国 大概就这一档 没办法 我说我们台湾就是 加权指数的市场 台积电它的市值最高 所以它再加这种全值 它影响到大盘 就是最高的 所以这一档各股 为什么说很重要 你看今天收在哪里 今天收的价格是662 那你来看 这个价格是多少 661 也就是说 我们在今天里面 在反映美国股市NASDA 以及我刚刚讲的 鹰派的言论 剩益不够 你要升两码 在这种情况之中 台积电能不能稳住 金融个股能不能去撑 我刚刚已经讲 金融个股看起来不是主角 因为今天它挡不了 台积电的下跌 等于台积电你可以开低 但是你的收盘 一定要站在661 因为它今天收662 所以我才会说很重要 收在662之上 这是在极短线上面 可是就长线上面 我在之前已经分析给大家听了 每一个个股 它都有它长期之中 它基本面上面算出来 它合理的本益比 我就说台积电在今年里面 以它的营收的预估值 25到30% 以平均的毛利率 53% 公司的法说会 台积电不是没有错过 但它这三十几年来 我看过错 法说会错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所以基本上而言 我们要信任它 因为它是火车龙头 台积电可以成长25到30% 毛利率是53% 今年是30块钱 所以短线上面 我说有时候短线上面的转落 是长线上面的机会 就像之前600块钱以下 600块钱附近 我在这个节目都告诉过大家 如果它的目标 至少25倍的本益比 有750块 跌下来就长线上面而言 你就不用过度紧张 它只是在修正什么 我跟大家讲的货币 基本面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有人就讲说 这样的话台积电好 已经代表它上游的IC设计好 你这个逻辑就不一定对 为什么不一定对 因为台积电虽然它说 整体的半导体 只有9%的成长性 整体的半导体 只有9%的成长性 对不对 除记忆体之外 所以记忆体 一下有些人看 多一下有些人看空 比较难抓 请问你 在去年台积电是没有涨价 IC设计才会这么的丰收 在今年里面台积电涨价 那就要看IC设计 能不能够去转价出去 对不对 大家也看得到 资本支出是增加的 没有问题 上游材料 这些部分是增加的是没有错 对不对 可是IC设计 你一定要胜选 因为IC设计 在去年里面 是因为台积电 它信守承诺 没有涨价 所以有些的公司赚得很多 可是在今年里面 台积电涨价之后 那就要看它产品的需求 有没有办法跟上 所以整体的半导体 台积电的说法 记得吗 只有9% 所以你就以为台积电好 上游的IC设计一定好 不一定对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要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我个人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台北股讯 第一个过前包 过前高18619 不可以双背离 也就是你过高 量不能够没有 KD指标不能够背离 目前就是OTC了 OTC跟NASDA是一个重点 能不能够用时间的修正 来换取空间的修正 如果是季线下弯 季线没有下弯 都不叫中段的修正 这他留意 腾诺指标必须持续的转好 盘重一度转好 又变坏了 如果新台币转贬值 外资期货选择权 现货长同步转卖 那就要注意 这个你的0050的成分个股 或是台积电 或是金融个股 这无关你的基本面 这攸关到外资 他用程式上面的交易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短线上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汇率的一些变化 但长期之中 你一定要去了解到 台积电代表 电子产业的火车头 半导体 就是火车头 台积电好 一定代表电子产业整体 刚刚讲半导体 还有9%的成长率 所以基本面 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就直接转差 你要持续的升息 一码两码 一次两次三次 他都是告诉你 基本面是强的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 你一定要记住 我在之前说的 它来自于你的高档 你要怎么做 你的持股比例是多少 你到了低档 你要如何去买一些产业前景上面看好的 每一个人都在指数跌的时候 就会很悲观 在指数涨的时候就会很乐观 这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现在里面来讲话 你就要知道 你要买什么类果 你就要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是做短的 还是做长的 但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比较建议是一半的资金做长 一半的资金做短 但是毕竟在今年里面 我们的就历年真的好长 好多天 我会比较建议就历年前 你的持股比例就是五成 然后这样的一个操作上面 你可能就会比较灵活一点点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不管是从金融个股 到电子个股 到汇率市场变化 到美股之后 我们再进入到各股的产业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台积电看电子的产业 它是最清楚的 因为它看到的不是只有台湾 它看到的是全世界 台积电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可以讲到营收大于25到30% 是两个产业 一个就是HPC 就是高效能的一个电脑 这里面含有什么 它含有到GPU CPU跟AI的部分 第二个大于25到30% 就是来自于车用 车用在今年里面 我们就是车用IC的增加 所以车用整体而言 它的平均的成长 也大于25到30% 5G的部分是符合25到30% 整体的半导体是9个% 听清楚了我的意思没有 所以不是台积电好 什么上游就好 不是 这个部分是来自于 台积电这么好 是来自于它确定涨价 来自于先进制传 别人做不到 它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如果要选IC设计个股 一定要选能够去涨价的 而且它的股价上面 还没有反映它的未来的 这个部分会比较好 所以HPC是强很强 车用的部分 它是不断的在走 但是它在这种过程 它主要讲的是Sony Sony的投资 我在之前就讲说 大家猜的是3370的精彩 应该不对 Sony的手机的 CMOS的封装 是给3370的精彩 目前看起来不是 能够去接Sony订单的 只有两家 一个是采域 精彩 精彩是手机 可能就是采域 或是同心电也有接 这是留意 5G的部分 它就不断的轮动 这个就是先进制程 对矽的含量是增加的 矽的含量 可是矽菌还没有涨 因为我就问大家 台积电去年有涨吗 没有 因为台积电去年 只有23块 所以它涨不动 它是在反应 今年的30到32 那一样你的细晶元 你细晶元去年里面来讲 举例 你可能就是环球机20几 20几30左右 可是它如果并购 四创成功 就可以到48的50 你的合金 你去年可能2块左右 可是你今年可能就4块半到5块之间 你20到25倍的本益比就有空间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特殊日产大概就指第三代的半导体 5G就含有很多 5G在过去都是在IC设计 各股在涨 可是我觉得在最近里面 你可以留意高速传输 跟所谓的网通的一些的设备 那我也跟大家讲 高速传输的部分里面 我在之前从140 就介绍了博字给大家 也带惠元去做买进 其实在这一次的拉回 我还有去加码 惠元都很清楚 这去年12月 我就已经介绍博字 当时在140 它涨上来之后 并不去做追高 在这一次的拉回 我们又去买进 然后它随后到了158 再过来172 再过来184 到今天是189.5 所以我希望大家买是低阶 而不是去做一些的追高的动作 就像我买也是 趁着这一波杀下来的时候 去买 我也没有说 今天快199了再去追 你的操作上面 自己要清楚 现在是强势多头 还是在一个整理的形态学 多空还在激战之中 操作的手法不一样 至于在整个一个 所谓的网通族群里面来讲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站在合理的价格 3596之一 我之前就跟他讲120以下 你今天最高已经127了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知道 15倍本益比 去年当然不止8块 当我们抓8块 15倍本益比120 120叫合理的投资 120以下叫超额的利润 今年15块 今年10块 10块的15倍 就150以上 这就是你自己要去抓的 合理的本益比 你是要怎么样去做一些的看待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有很多的一些的机会 我从台积电的法术会的内容上面 我跟大家讲 股市之中 因为资金面 它产生的修正 可是基本面 还是这么的好 它才会去做升息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如果整个市场上面 真的有不长眼的人 就因为资金面的变化 外的效果 那种个股你就不要做了 你回回来的核心 就是在长期中看好 如果长期看好的个股 趁着在这一波里面被挫伤 你该不该买 你该买的 其实说在这种过程 你要先去接受 NASDA中断整理 整个OTC有可能中断的整理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操作 假设你是操作在OTC的个股 或是NASDA相关的个股 你应该采取到是什么 不是追高 你应该是要去做低接 这样的逻辑你清楚了 等到台北股市里面 多头转强的时候 你买到的个股的价格 是最漂亮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跟投资朋友讲 如果你认同鼠方说的 50%的资金做短 50%的资金做长 跟上我们在产业中短期的一个规划 跟上鼠方全新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 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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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本节目标记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